都有很多的思议 今天有一个胆 就是很有胆色的小賴 大家好 很有胆色呢 相信这里在座 这么多位跟我一样 都是有这么有胆色的 因为呢 我们见到的最怯怒的是什么呢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有一个政权是这么怯怒 这么害怕人民的声音的 没错 他不识用手段 是给很多人进去里面的工庭会 去掩盖我们真实的人民的声音 即使我们在集会 他都要用这些这么卑鄙的手段 去掩盖我们的声音 究竟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 这么庆怒的政权呢 没有 你们会不会害怕表达呢 不会 你们会不会害怕后面 这些这么无耻的古声中声呢 当然不会啦 我们是不会怕这些这么卑鄙的手段 也都不会怕他们的胆 今晚我们一定要将我们的声音 用来表达 很多人的声音 很多人啊 这些人呢 的乐观呢 只是用来侮辱人而已 用来做小丑 用来就用来 用来切开水 是不是 知道今天不来亮相呢 就以后没有水开了 所以今天無論如何都要來 不過不要緊 我們做我們的自己事 正如剛才小麗說 小麗就說這個政權 究竟對市民有多麼協諾 很簡單 由最開始 2008年來拿高鐵撥款 我們就已經見過了 高鐵撥款為何協諾呢 因為從來呢 都是沒有問過市民的意見的 就是數舊票 包括拆穿、列加、高造柴 跟著沒有做市民公族參與 跟著來到去年7月25號 搶這個一地兩檢的方案 但是來到今天 有沒有做過公眾諮詢啊 當然沒有啦 有什麼公眾諮詢要做 他們自己心知土味 但是躲起來了那麼久 他們又不知為何這麼害羞 終於就沒有做到 那麼久就是靠公平會 公平會呢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呢 還有一個怪現象 就是報了名字 交了吉 全部都沒有來到的 是不是很奇怪啊 資在寨八位 當中還有包括關仔的區議員 報了名字都不來 那你說這些什麼人呢 你再說呢我就告你了 你知道什麼叫匪盼啊 是不是 講話講事實 對不對 對 我們政府都不講事實 他又學人 我們講事實 你又不來學我們 對吧 Tanya 你聽不聽到後面那些 是真真正正的雜音啊 因為講道理呢 我們民間的公聽會 講足二十四場 道理韜韜 這個一地兩檢 是怎樣去違反基本法 怎樣違反我們的人權法治 全香港民的議員 以致實際的經濟效應 都是瘋倒過來 講道理 是完全不在那邊的 所以那邊要講什麼 那些毫無內容的無聊事 我們不告他誹謗都益了他 對 我又覺得真的挺好笑的 他們應該來撐一地兩檢的 是不是 現在來到 原來是罵人的 我們是來講道理的 因為大家都記得 我們上一次的集會 小黎都記得 我們上一次的集會 其實那時候是未出條例草案的 上一次的集會 當時是無漾出力議案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其實由無漾出力議案通過了到今天 我們其實都沒有機會 好好地跟大家解釋 現在這樣的問題 例如呢 其實講完之後 就有三步走發生了 一 就是通過了這個 無漾出力議案之後 那個星期六呢 就已經簽了這個 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 但是呢 簽了之後呢 我們是看不到的 直至到要到人大常委 在二零一七二十二月二十七號 通過了 決定了 跟著我們等區政府 才施施然 在過幾月之後 才給我們看 究竟那個合作安排的內容 細節條文是些甚麼 大家覺得合不合到你 沒有 沒錯 跟著之後 走完第二步走 就拿回來禁我們 驚我們 叫我們通過條條例 那這個就是切切底底 就將人大的決定 阿爺的建議 壓落我們的立法會頭上面 正正就是 施斷我們立法會議員的權力 這樣是不是違法基本班 亦都是侮辱全香港的人 各位 無論在議會裏面發生著 你們見到梁君彥可恥的嘴唸 你在這個集會裏 你見到其實就是毫無道理 毫無內容的東西 但是就在這粗暴地 只是用音量 來踐踏我們的道理 我們的人權 我們市民發聲的機會 這個很明顯 就是一種粗暴的對香港人的打壓 但是我們是不會怕他們的 我們今天仍然會用我們的理性 我們的理智 將這個道理講出來 事實上呢 一地兩檢的確是全香港人關心的事 我們見到除了議會裏面呢 我們的議員不斷為我們去法公 法力 去盡量將我們的道理展說呢 其實我們在民間裏都有組織 一起和我們搞了整個24場的民間公聽會 我就很想請Wilson和Sherman和韓老師三位呢 出來講一下究竟在這24場的民間公聽會裏面 到底市民的聲音是怎樣 專家小組的聲音是怎樣 我很想把時間交給他們 好 我呢另外呢 跟著呢 我都將這個 這支咪呢 就交給 昨天呢 就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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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抬走的 這五個字很簡單 梁君彥可恥好嗎 是 梁君彥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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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說有可恥呢 這裡有林昌成 可以說一下有許志峰可以說一下 全世界有哪個議會 連議讀都不讓人說的 這麼小的議員都不讓人說的 你們今天可恥 可恥 各位 今天我們知道這裡有很多香港人來 大家只是一個心 就是為什麼可以完全操縱這個程序 我們在裡面抵得很辛苦 但是今天我們感激每一位 來到這裡星湖的朋友 無論我們面對多困難的情況 我們都不要悔心 至少在這裏罵罵他好嗎 好 梁君彥 可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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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人說出來 所以就掙扎我們做義工 幫忙和小禮老師 就去介紹一下接路來的嘉賓 但是大家要記住 頂住 香港人頂住 小心 喂 阿羅 你不是負責只是介紹嘉賓 你待會要跟我們說在議會裡面 究竟現在整個抗爭的模式是有什麼改變 究竟梁君彥在這裡做了什麼 你真是這麼好似小禮長長細細跟我們說 我發現一件事 因為昨天小弟平時都叫我做私民 但是呢 昨天我都用一支我站了上台 我都不想的 因為我看到我的兄弟 一個一個被抬走 我才發現一件事 站了上去可以拖你十幾分鐘 雖然最後我也是被抬走的 但是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明知不可畏而為之 這個敢不公多的東西 向不如頂住下去 向不如頂住 我呢 因為教書經常都可以一心二肉 教書的時候呢 又順便看看學生的反應 即是你是成熟莊嗎 身後面那些人不僅僅沒腦的 我們不要讓他們存在感 我們不要讓他們存在感 你當他們不存在 各位, 我們首先邀請二十四場 民間宮廷會三位主持出來 跟我們分享一下 究竟專家、小組和市民是甚麼意見 我們之後再收交時間給曠神 有請韓年山路師 翁岳興和陳樹莫 我們來講話嗎 對了, 一次讓他們聽 你們來講, 是否來講 謝謝 反對各地兩件 反對各地兩件 反對議會暴力 反對議會暴力 反對各地兩件 反對各地兩件 反對議會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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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未講之前呢 我其實想要有一個事才要做 我們要多謝現在在議會裏面 為我們爭取的民主派議員 是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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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來選 是要為他們打氣 是 是 是 因為我們在說 議會外 議會外 必須 裏應 內涵 是不是 是 所以我們今天 多謝議會裏面 為我們不斷 爭取的議員 一會兒他們會逐個出來講的 講他們的經驗 講他們的經驗 導演 如果多謝 大家的出席 是不是 是 你們如果不出席 這個裏應內涵 根本就做不成 所以 所以 群眾的支持 群眾的力量 才是 重要的 是不是 所以 給點熱力 掌聲 自己 各位志祖 大家好 其實我想說一句話 一地兩檢 即是他們說一地兩檢 我們就叫個地兩檢 我們知道一定會過到的 究竟 我想問大家 他過到三檢之後 是不是就這樣說一個句號 是 是不是就這樣就算 是 我相信很多首尾 但我們還有很多方面 可以看得到 他在法理那方面是不行的 第一就是大律師公會 已經出了聲明 根據《基本法》的第十一條 任何立法會的偶像後面 立法會的任何指望 一定是要符合到《基本法》的 但是 各地兩檢 是違反《基本法》的第八條 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 究竟是否可以斬過 我們相信之後有很多司法 不可能 這是第一 第二 這個千億的工程 我認為是甚麼呢 一個是一平一根的工程 它那個 爐軌那個爐段 不斷漏水 好了 牛潭平村 即是新田那個地方 有三十幾戶的那些簽名 在試車 在聖業館試車的時候 他們的牆和地台都是爆裂的 究竟是將來真的要運行的 又怎算呢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便捷 其實我們一點都不便捷 為甚麼一點都不便捷呢 原來在香港 是買不到在上面的 去各大省市的車廂 原來要甚麼呢 要付手續費 要付一百元的中壢社 還有開頭說二百多元 現在要五百二十元 才可以來回廣州的本尉 我問他們究竟有甚麼人可以回答呢 所以其實各地兩件 一定是有很多很多問題的 問題是甚麼呢 我們各位自由 只要我們能夠走出來 共產黨最怕的是甚麼呢 他不是怕甚麼 他不是怕甚麼 他不是怕 最怕的是人民 為甚麼呢 因為共產黨 他根本上可以促了所有的行件 可以促了所有的法律 可以 很多法律令到很多自然都促了所有的作用 但是他不能夠控制到這個官民社會 控制不到我們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 要強在自己 受自己 依應者的信念 沒錯 人家出不出來不要緊 現在一定要出來 是 當中力量事實是最重要的 我們 我們三個其實都是一地兩件關注組的成員 自從成立了一地兩件關注組 我們就一直說出這個一地兩件的安排的種種弊病 剛才魯先生已經跟大家說了很多 其實到今天為止 政府都未曾能夠回答 回應到我們的問題 這句話說 這次的大石窄死蟹 香港人 是否會這麼容易收拾 一定不會 當然不會 今晚 今晚 即使他們過到骨 我相信 香港人 我們 各位 會繼續 反對 是嗎 是 一定要 反對 各地兩件 反對 各地兩件 反對 議會 暴力 反對 各地兩件 反對 各地兩件 昌民和我們 其實都 我們在成立了關注組之後 就在民間做了足足26場的民間工庭會 在民間工庭會裏面 我們陳述了這個一地兩件的安排 是多大的危險 對我們香港人的效應 經濟效應 全部都是說謊的 所謂快戰 便利 經濟效應 全部都是 光華 騙人的 但是這個政府 就是在林鄭月娥 這個777 被遮掩之下 就是大石扎死鞋 一錘定音 硬要在立法會通過 我們立法會裏面的議員 已經是出盡 九牛二虎之力 被人趕出去 被人抓出去 被人抓出去 受傷 但是現在議會 繼續抗爭 我們是否要支持他們 是 我們是否要繼續跟他們一起合作 這個反對 各地兩件 是不能停止 是嗎 是 Sherman有些感受的 26場公平會 他在這 是說的 Sherman 非常多好 我們一定要 建立我們的公民社會 無論對方是怎樣 無論對方是用幾披連的手段 我們 我們是堅實的民主的支持者 我們不跟他們一樣 在這裏我們是有文化 我們是有文食人 在這裏讀了一段相識的語錄給大家聽 這是最好的時代 這是最壞的時代 這是智慧的時代 這是愚蠢的時代 這是信仰的時期 這是懷疑的時期 這是光明的季節 這是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的春天 這是絕望的冬天 今天如果一地兩點三度通過 我可以說 今天就是一國兩制死亡的日子 沒錯 今天原本我想跟大會說 今天我們的佈置 其實是應該用逆寧堂來佈置 因為政府所說 中國所答應我們 港人是講高度自治 一國兩制 完全都是廢話 因為一地兩檢 這個各地兩檢的安排 所有人都知道 其實不是為了通這個高鐵 因為我們的專家組都說過 高鐵的通車是不需要跟一地兩檢掛鉤 這個政府在十年前推一地兩檢 這個方案的時候 白紙黑字在立法會的會議紀錄 是講得很清楚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 香港政府 港共政府的道行逆施 他就是將大陸的法律引伸進來香港 他做的目的 其實就不是為了高鐵來通車 他的目的正正就是衝著一國兩制 因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來 所以我說今天就是香港一國兩制的死亡日子 亦都是香港民主進程裏面很黑暗的日子 不過我想跟大家說 香港最黑暗的日子 亦都是正正是通向光明越接近的日子 黎明之前是最黑暗的日子 所以我在這裡跟大家說 我們不要放棄 所以我們好像傻佬這樣擺街站 無論有沒有人聽 我們都是這樣擺 因為我們為什麼 我們不會放棄 因為我們要建立香港的公民社會 政府可以DQ我們的議員 選了出來都可以DQ 當這個選民是補兜 但是政府不可以DQ我們每一個公民 沒錯 我們每個人都有我們的思想 都有我們的自由 是 所以我鼓勵大家 我們要繼續監察我們的政府 好 即使今天三國通道 我們仍然是要繼續 我們這個旅途 直到有光明的日子來臨 好 謝謝大家 堅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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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各地兩件 反對各地兩件 反對議會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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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下來我們有很多議員朋友 看著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是最近在議會裡面 他們真的打到麻氣都出來了 我們給他們時間 逐一講 一定會 各位 多謝三位民間公聽會的主持人 我想大家給他們多一點的掌聲 是真是不簡單的 每個禮拜搞一次 各位 現在我再重複 政府想做甚麼 無論在這個集會上 在議會上 以至在整個一地兩件的 通過的事上 他們都是企圖 用強權 來麻醉我們的意志 希望我們屈服 剛才Shirman說 今天可能是一地兩件 可能是一國兩制的句號 我想問大家 你會不會被一國兩制說上句號 不會 不會 我們一定用自己的口 一定用我們心中挺直的那個兇堂 一定是誓死捍衛一國兩制 一定是用我們最後一道力氣去捍衛香港 所以無論今天結果如何 這件事一定不會是句號 我們一定誓死捍衛香港 誓死捍衛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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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誓死捍衛一國兩制 誓死捍衛一國兩制 好 我們是否知道我們是 我想跟大家說 一齊只是在乎我們有沒有毅力 在這些雜音在這些強權底下 仍然說出我們心中的真理 很感謝各位 無論是作為聽眾還是作為主持 在民間舉辦的這些公聽會 讓我們的市民一一說出我們的感受 也是把那些道理散播出去 但我們都非常感激在議會裏面的代議士 是怎樣去捍衛我們正確法治 以致我們的一國兩制 我好想請每一位代議士 就出來講 阿Roy 黃俊宇 林卓廷 是 許志豐 周樂憲 和我們的Mr.Mo 好想請他們分享每個分開幾句 我將時間首先交給Mr.Mo 在他們未講之前 他們想請一地兩建關注組的所有成員 出來拍一張大合照給那些儲備朋友 知道我們一地兩建關注組 一地兩建關注組的所有成員 所有團體的代表都請出來 大學的同學都請出來 大學的同學 在後面的光是大學同學 來了沒有? 來了沒有? 港大… 港大成大中大的同學 出來了沒有? 是 來… 我沒有這群年輕人 我們沒有將來的 年輕人請你們過去前面 各位嘉賓大家都退後兩步 各位嘉賓大家都退後兩步 遷就那些燈光 請各位嘉賓全部退後兩步 好… 我們一地兩建關注組的成員 還有沒有漏了的請大家不要害羞 一定出來 是 好 我們望向鏡頭那一片是嗎? 我們一起拍一張合照 反對國際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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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到底 堅持到底 捍衛核心價值 捍衛核心價值 捍衛香港一個兩制 捍衛香港一個兩制 捍衛我們的核心價值 捍衛核心價值 反對議會暴力 反對議會暴力 我試試一句話 但大家都很想叫你 梁君彥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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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兒很多朋友會說他們議會裏面 梁君彥那種黑人爭的賤養 我想他們領教得多了 那就行了嗎 我Photel Call Photel Call OK 我們張時領加一點議員 對啦 今天我們代議師傅說下 你怎麼理解當前的狀況 我們在議會裏面 去議會之外 究竟還有沒有其他抗爭的策略 梁君彥下台 梁君彥下台 我們將一陣交給梁廣民先 好嗎 梁君彥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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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聽著背後的 從來不去 我們香港 何時變成了老樣的家庭 你用你的政治 你支持一步兩步 我們要我們一步 為甚麼我們香港 要臨落到今時今日 這麼安排的局面 這個局面 不單止是我們現在 在我們立法會時會面對 不單止是在立法會以前聽聽 我們要面對 亦都是在全國不同領域 我們都要面對 中文我們已經面對的是一種平淡 別聲的決定 我們香港 不單止是從上有不同的意見 用一個不同的空間 給大家表達自己的意見 我見到香港搞成這樣 在香港上非常之不開心 各位 這麼一件機會 大家在外面 在這裏面是不斷的面子 我們見到的 民國會主席梁君爺 為我做議會的部位 我們每個議員 在議局辯論 在議事規則 是寫明我們每人 有神的一部 有不斷的資格 事實上 我們只是政策 幾個不斷的壞人 在九九 六家傑 在九九 六家傑 都是一個人 要請給大家 阿良良軍議 是非有閒人 為幫助他們 在香港的發言之力 我強調 這個不單只是我們的權利 亦都是我們的職責 我們要代表 選我們出來的市民 去表達我們的意見 表達市民的心聲 只是每人十五分鐘 每人說一次 你梁君爺 做甚麼 你的一場公額 難道我們 你們說的那十幾分鐘 你這條公額 可以做十五分鐘 錄取了嗎 難道我們 兩邊一兩小時 那條公額 會生壽嗎 會生壽嗎 不會 梁君爺這個主席 極之無人 極度攬拳 他是我們立法會最大的恥辱 在昨天我和一班民主派的同事 一起抗議 最終是被趕離場 我和兆典和我的同事 極力去抵抗 我強調我是沒有使用任何的暴力 針對我們立法會保安的平時 絕對沒有力 我是有一種消極的抵抗方式 我是抱著東海 抱著尹兆堅 抱著我們路過的玻璃閣場 我希望繼續留在議會 多一小時多一分鐘 為的就是要強烈規評梁君妍 你可以找一班保安 八個 十個 十二個 十四個 十四個 十六個 趕我出去 但是我絕對不會這麼容易自己走出去 我要讓你知道 你就算怎樣趕我出去 我只有一口氣 在議事聽 都會強烈批評你 梁君妍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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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知道 我們每天盡一筆力 我們的力量 是無可估計的 我們今天來到集會的審問 很多都是我們熟悉的面目 在我們民主路上多年來的戰友 我希望各位朋友 為了香港 為了我們的核一代 一定要將我們不認輸的抗爭精神 一路在社區 在我們的朋友圈 一路擴散出去 我們一定要崩潰香港 香港是我們的家 各位 41年前的昨天 是我出生的日子 昨天是我的生日 是我這麼多年來 過得最不開心的一天 我覺得 我們香港的衰敗 是太過急促 是我這麼久以來 從來沒有想過這麼急促 我絕對不能夠說 我們能夠完全抵抗 這種衰敗的趨勢 但是 如果我們今天認輸 我肯定 我們香港 只會 繼續加速沉淪 當然 這個是我們 每一個香港人 絕對不能夠接受的 是不是 是 我要跟梁君彥說 跟特區政權說 跟中國共產黨說 只要我們還有一口氣 我們一定會 抗爭到底 抗爭到底 希望各位市民 繼續努力 大家放心 我昨天的傷勢 是很輕微 但是 我沒有假算 去報警 追究我們的保安同事 我們這幫保安同事 都是被梁君彥這個主席 去逼他們 去趕我們出去 他們趕我們出去的過程 我知道這幫同事 都是盡量克制 如果他們不克制的話 我的傷勢肯定 是不止我現在這樣的情況 多謝各位 多謝 好… 是 後面那群人 是想邀請梁家傑出來說話 是嗎 我們就找梁家傑出來 會議好不好 好… 好… 梁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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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鐵一地兩碟正在過了 他說 你還這麼怒氣做甚麼呢 其實我不是怒氣 後面那些比較怒氣 所以我覺得事實一定要講清楚 一定要立此傳召 今天我們有梁骨燕和一眾的老王黨 帝制派現在在橫行 很囂張霸道 今天他其實很惡 香港呢 破壞了香港的議會的制度 香港現在的議會 真是沒有甚麼險可守的了 你看到梁骨燕可以這樣公然的 用最粗暴 最醜陋 最醜陋的方式 來處理這個議事規則 覺得自己是可以橫欠的 當然你看到這樣的情況 你可能會覺得有些失望 有些不開心 這是很正常的 很自然的 但是千萬不要放棄 因為如果我們放棄 我們就真的沒有希望翻新的了 但是歷史是一個過程來的 令到因果是會循環的 我們能夠把事實說出來 立法會的議員可以在議事堂裏面 把那些事實說清楚 是在我們的議會正式紀錄那裏 是清楚說出來 我們在這裏面 我們在這裏面 亦都可以堅持去講真話 去抗拒方言 只要我們是不無初衷 我們繼續堅持講真話 去對抗方言 我相信 這個一果循環 歷史的過程 始終都會還回公道 是給香港人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放棄 我們一定要繼續堅持挫衝 堅持挫衝 我們繼續要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公道自治 公道自治 港人治港 公道自治 希望大家千萬不要放棄 我們大家一齊努力 繼續撐住香港 撐住我們的制度、自由和權利 好嗎? 好 謝謝大家 好,各位 真是要給點熱烈的掌聲 別光,我說真日 你看見別光的質素嗎 好,我們在這麽粗暴 頭陋的聲音月咀念面前 我們仍然都是氣定神閒 說出我們心目中的真理 捍衛我們的自由 無論如何 我們都為捍衛一國兩制 作戰到底是吧? 是 我們一定不會停下 七一,你會出來嗎? 好 好 我們一定為了捍衛我們的家園 作戰到底 我們在越困難的時候 越是堅定 正如剛才Sharvin所說 這個是最困難的時候 但也是最美好的時候 因為我們就用我們清明 清心的意志 一起去捍衛香港 不受影響 越戰越勇 好嗎? 越戰越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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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時間交給許志豐 好 好 首先在在幕後之前 都要感謝大家 今天出席 繼續撐香港的民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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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大家 我想先和大家說幾句話好嗎 反對各地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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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議會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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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各地兩檢 反對議會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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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今天站在這個位置很吵 後面有很多的噪音、雜音 但大家看到 我的心境依然是很平靜 我和大家一樣 因為我們的意志很堅定 各位 我們深知到 我們在議會做的事 在議會外的集會 我們只是為香港的一過兩制 為香港的八字去做事 為我們相信的民主價值 核心價值去做事 對不對 所以我們意志很堅定 後面那些集音 是不是那些不堪的集會 只是反映當權者的脅落 他們心虛 他們因為暴力 跟我們說不贏 就要洗橫手 和平的集會 都要吵著你 在議會廣告你 抬你出去 停止你客人 這個政府 已經去到一個非常之可恥 非常之可恥的地道 所以 其實 真正辛苦的 在議會 撐了很多個鐘頭 今天發言幾個月 我很早就趕走了 不過我也和大家一起集會 為甚麼 我這麽不惜一切 在這麽多個警告下 在這麽強烈的 保安的武力下 我們金衣被趕走 都要按議 因為在地兩檢的這個違憲 違法的法國對面 我連說一句話 我連一次異讀的發言 機會都沒有 我就是在那十一個議員 按了制 在排隊 普京都去到過過之前 這個可恥的梁君彥 突然間終止這個會議 再說了 這樣算甚麼 我們作為議員 我們受住議會 受住市民投票 給我們的授權去行事 我們進去議會 就是反對一地兩檢 將這個違法違憲的事實 清清楚楚說出來 無論最後投書 投票投書都好 這就是選民 對我們的扶托來講 一定要說的 所以 當主席說不說的時候 主席說要暫停的時候 我們是要用一切的方法去抗議 去暫停的會議 去延長的會議 甚至去阻撓這個會議 我們都是要做的 大家同不同意 所以 我跟自己說 我在議會 我集點都要站起來說 說回市民要我們說的話 反對各地兩檢 要是你就說得出來 當然你說得出來 我都不是那麼容易就化 所以都是被人抬出去的 不過 就 比起 文紹基 劉卓廷 我就輕巧一些 所以就熱抬一些 但是 我相信 民主派的同事 在議會裡面 我們各有分工 我們 沒有提收政案的 我們少些發言機會的 我們就去衝 我們就被人說也好 要被全世界看到 看不看到陳凡局長發言的時候 他怎樣說 他背後的什麼人 好像街市那樣 就是在一片混亂之下 在議會都沒有人同意他 也沒有人想聽他講話的情話之下 通過這個 不義的無法 違法違義的無法 我們就是要醜 令到他 這件事 給全世界看到他的醜陋 對不對 所以呢 我會形容 建制派 或者是梁君元 在議會裡面 我覺得他們好像喪屍 他們不是那麼老去想的 他們也不想跟你講道理 當你站在身上規程問題的時候 他們是不回覆你的 他們是沒有表情給你的 他們只想快點完結這件事 快點達成他的政治任務 所以 戰制派在議會裡面 繼續做站平台章 他們可以繼續去做他的政治任務 我們入得議會 我們就要獨立思考 我們就要講出 這個真正違法違憲的地方 為什麼一個明明違法 為什麼一個明明違法 為什麼一個明明去到法庭都可以受挑戰 為什麼大律師公會都說是違憲的法國 為什麼要用我們的審議 是絕對沒有道理的 對不對 是 所以呢 我很感謝大家 是跟我們繼續走這條 是行處路 守護香港公義和核心價值的道路 我很同意剛才Sherman說了一句 他可以DQ我們的議員 選了進去都可以再DQ我們 但是他DQ不到你們每一個的 對不對 因為公民社會的每一個成員 公民社會的壯大 我們用生命來感染生命 我們用一個人 我們用一個人 感染你一個人 我們在這條道路上繼續走下去 堅持下去好不好 好 今天議會裏面的議員還在發言 我很抱歉 我說了出來 我嘗試回去也進不了 所以我就和我們香港市民一起 站著集會 直到我們議案 看著去到最後好不好 好 答應我 明天的七一遊行 明天的所有集會 我們都會堅持到最後好不好 好 堅持下去 堅持下去 守護香港 守護香港 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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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護香港 守護香港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著, 鄺鑽宇 各位, 慢一點 首先我想大家 甚至幾個絕望也好 我們要保持最自信的微笑 為甚麼呢 後面開始累了 可以不理 可以不理 因為呢, 其實呢 大家要留意 現在各位姐姐的 喊了一段時間 我們不怕啊 我們輪流港 為甚麼我們輪流港 我們票數多 為甚麼票數多 香港人眼睛雪涼 對不對 厲害 厲害 死神特 我要49萬票 我好敢 各位 但我昨天被人來走了 不要緊 我們要保持著一個最微信 就是一個最自信的微笑 為甚麼呢 因為它吵不著我們 真的吵不著東西 你又可以喊 我們心裡面呢 我們要支持 因為是善良 我們要支持自己做正確的事情 各位, 很簡單 高鐵跟我是一個北戴資源 大家可能知道 我2005年當選區議員 2009年遇到蔡元村 我記得蔡元村姑姑婆婆來找我的時候 我不知道什麼叫高鐵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蔡元村 結果我跟這班高鐵婆婆 就在元朗喊威 就反對高鐵 就拆了蔡元村 我賣了半個月 都沒有人給我們 為什麼你都不知道什麼 結果一個我發展 代表大家記得 就是蔡元村的事件 引測到高鐵的爭議 就是去到後來 2010年包圍立法會 我想問大家有印象 記得包圍立法會 可不可以給點掌聲 如果你記得 我很想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望 當時還有年輕人的鄺俊宇 就和蔡元村村民去到 救救立法會門口 就好像大家一樣坐在那裡 我當時又不是立法會議員 我就看著那時沒有直播 很可憐 不知道聽說很可憐 就是很可憐 那我很記得的 蔡元村的遊伯 就跟我說了 就問我了 如果高鐵的撥款通過了 我們是不是要離開了 有時我們做了一年抗爭 一年抗爭 他們都已經報過孫 我跟他說 不怕的 因為我是領袖 我當然是哄他 我就說不怕的 要信其職 不要贏 信其職 結果半個小時之後 撥款就通過了 然後呢 公公同婆開始哭了 我要安慰他們 我捉住高徒婆的手 我自己哭得飛起 因為我覺得那一年 化為烏有了 那一年忙了那麼久 原來什麼都沒有了 這個時候呢 我後面有一把聲音 不是這把 當然 有一把聲 他就說了 他說的時候 有背景音樂的證明 他就說了 郭忠祐 你剛剛不是教我們 要信其職的嗎 你自己不信的 我們最近是誰來的 油白來的 蔡元村的油白 我在想 他講了一些句話 這麼淺一點 但是 這句話 各位香港人 我們叫信其職的 各位 甚至形勢幾困難都好 香港始終是我們的香港 如果連我們都認輸的話 香港就失手了 為什麼我們要在這一次 立法會發生的錯誤 那個規程問題出了一個問題 是因為現在有一個人 拿著一些大陰 去講的歪例 和後面一樣 就是等於我們的主席 梁君彥 是不是 對 為什麼我們說梁君彥 可恥 他講什麼大聲音 我們和你而已 你問我 毛孟正知道了 毛孟正測試過 我們已經 以後 沒有你這麼大聲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和你 言論 因為你有道理 是嗎 梁君彥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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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找不到一個議會 是二讀 二讀 不讓議員說話 喂 真是 嘆為觀止 真是 真是 因為可能是不說 我們繼續 我們慢慢 我們有很多人 我們繼續 梁君彥 可恥 梁君彥可恥 梁君彥可恥 但是這個制度 梁君彥 導致我們不能夠 將香港人的民意 在立法會 這個制度 梁君彥可恥 但我和大家說 我們要 絕不認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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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們還有一幫朋友 在議會頂著 我們知道大家 我們記得 越來越多朋友來到 我們真的很感激各位 但是記得 無論多難都好 香港人最頂著 記不記得 香港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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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把時間交給彭文浩 一個對我們的交通 非常熟悉的議員 大家好 剛才林卓廷就說 昨天是他的生日 他結婚了什麼事 但我都說 香港很多人 都是同在心動感受的 而最有資格 說這番說話的 我一定是其他一元 因為我都是昨天生日的 只不過我和他的分別 就是他跟他一起出去 我就繼續在裡面 現在我想說 我們看到一地兩檢 我們看到今貴一個公鐵 我們喪失的單紙 是單單一個小小的地方 走一地兩檢 破壞機會法 我們看到是由最初 公鐵的門款 怎樣去橫無理 到現在本地立法 怎樣妄顧市民的意見 怎樣妄顧市民的意見 怎樣妄顧立法議員的建議 在議會裡面 怎樣我們之前強調的 司法獨立 我們的立法會 都是獨立運作的 但是你看到 那些人 梁君彥 陳華 這些人 聯軍艦隊 破壞制度 我們可以這麼說 為了一條高鐵 可以去到多盡 我們一定都會說 人工節買業 當年老最大的歸功的時候 你究竟站得多下 就會出來的了 現在 我們會見到政府 就是為了出賣香港人 可以去到多盡 而也都見到 整個議會的制度 徹底崩潰 就是為了這些所謂的經濟利益 破壞一地兩檢 下一日會做的必定是二十三條 他今天可以用這個方法 來硬推一地兩檢 二十三條 必定會來 我們要回好這個做準備 香港人 七一 記住出來 記住上街 好 反對各地兩檢 反對各地兩檢 守護香港法治 守護香港法治 反對各地兩檢 反對各地兩檢 守護香港法治 守護香港法治 將時間交給讓我跳 當對各地公民黨 打第兩檢 打 policing 我只想 informação 我就想佩服大家 因為 你都聽到了這麼久 而後面吵這麼久 你聽不到啊 你聽不到 до後面嗎 那就真厲害了 劉小禮就辛苦了 他聽了後面,好像破地獄一樣 大哥,破了幾個鐘 剛才陳淑莊也說了 我只是想跟大家說一說 裡面的情況,其實你已經很清楚了 梁君彥今天怎樣吹黑獸 你也都非常清楚了 我剛才爺語他 我就說今晚世界杯開羅了,對不對? 最可惜梁君彥沒有分踢 如果不是,哪隊有梁君彥,哪隊贏硬 因為他懂得搬龍門的 他搬龍門的技術,簡直要出神入化 你想想,我們幾位同事被趕出來 打什麼鬼道,打極都打不到,傻瓜 是不是? 神經病 真的收了還站在那裡? 傻瓜 神經病 好,再同一個人來講 為甚麼梁君彥是懂得飄龍門的? 死案真 剛才說明 因為我們有幾個龍舌,你講得出來 你看,那時是大會期間 看到去年12月的時候,我們收解議事規則 收解議事規則的時候,他就說 全體委員會不是大會 所以可以有三十人、五人、五人 那些五十人的一定收 但是現在,我們就說明明兩個會 為何我們進來 他又不是,他是唯一一個會 這個不是表義龍門,這是甚麼 是吧? 現在你看到,是陳志全想到的 所以就要給點掌聲,就知道 你們不用搞了 和大家說 我們一地兩檢今天一定通過 一定通過 對,一定通過又怎樣 我告訴大家 一地兩檢通過 完 我們繼續監控告力 我們繼續 大家要知道 一地兩檢今天過了之後 不是完結的 還有委員會 還要由立法會議員監控告力 是怎樣實際運作的 我們公民黨一定不會缺席 我們一定會看清楚 他們怎樣運作 讓他們不可以亂來,好嗎? 好 好,我真的快要來 來看看後面 好,謝謝大家 好,反對國地兩檢 反對國地兩檢 守護香港法治 守護香港法治 反對國地兩檢 守護香港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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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議員在這裡 小禮 我們不如先請他們現席 歐樂憲 萬畢 阿雲阿雲 是 好 Kerry 王依依 一會兒阿迪落來了 好,我把麥克風交給你們 我們正在等著朱凱迪落來了 剛剛發言完畢 我想我們…你幹甚麼 我先加上妖陣 黃在一起 是… 我先看歐樂憲說 歐樂憲說 歐樂憲說 他被人趕那個 是 各位市民,大家好 我們是不需要你後面的 因為後面我只是用四個字來形容 不是…你說的粗口 是… 是… 利未亡兩 就是呢 那些在那裡 嘻嘻嗡嗡 癡未亡兩 癡未亡 癡未亡兩 不要緊 都是大家明白的了 但總之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 今天… 是站在… 有道理的方法是嗎 是… 我們這幾天其實是經歷了 甚麼叫做有道理 甚麼叫做虛協 是… 這次一地兩檢 有兩個保皇功臣 一個叫做大口狗梁君彥 是… 一個叫做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范 是… 兩個 我只能夠 又是用四個字來都可以形容 就是… 虛協和荒謬 為甚麼是虛協和荒謬呢 上個星期 當這個梁君彥主持立法會的會議的時候 其實都不止上星期 一路而來 你不要以為 他好像很聰明 很聰明 其實 他是完全沒有道理跟你說的 他是… 說不出道理 不是因為呢 他很無情 而是因為 他完全是… 空無點蜜 沒有墨水 接著呢 裁缺 又不懂得引用規矩 所以去到上個星期四的晚上 當那些議員不斷窺程問題的時候呢 就窺程到他 躲在他自己的房間那裏 完了一個小時 出來都說不到 為甚麼呢 他要來到去 即是再下去 結果到這個星期 他終於學正確了 就是不理你 他以為不理你 一切的東西都可以來到去通過 那但是 他不理你 但是 我們 對於一地兩檢的質疑 是不會變的 是不是 是 是 所以我們 很多不同的議員 都是提出了 很多有關法案裡面的問題 也都包括了 對於現在議事規則上的種種問題 但待會兒 慢慢就會跟大家說 甚麼叫大會和全體可言會 趕走了我們之後呢 去了第二個會 應該不回來這些 完全呢 他不需要來到他 今天面對我們住了 然後下來 他要面對的 就是忠實法語 對他這些裁決 是否合理的審問 等著 看著 看著樓下 梁桂宜 各位 我要跟大家說一句 話說議事規則 誰最熟悉 連梁桂宜都拼了他 那個叫做 萬筆 時間交給萬筆 我不敢說 我自己最熟悉議事規則 但是 梁君彥作為一個主席 他是一而再再而三 三而四 是破壞議事規則 亦都破壞基本法 今天有記者問 究竟梁君彥犯了多少個錯 我當然是數不到 第一 一條禁負爭議性的法例 他給36個小時 這個已經是第一錯 因為史上從來 除了財政預算檔 是沒有任何法例的審議 是切施時間框架 是要限時變態的 他用36個小時 來限制議員的變態 已經是第一個錯 但是 他不但只是這個錯 第二個錯 就是他禁止議員在議論發言 根據基本法 議員是要審議法案 議員是有權為社會關注的議題去辯論 一地兩檢 議員要要求在議論發言 是絕對的權力 是沒有任何人 是可以濫權去限制 不關內部事 每個議員在議論講一次 十五分鐘 但是這次很多議員 是沒有這個機會 是被梁君彥 是拒絕了這個權利 所以 我希望 在議論 未能發言的議員 真是要積極考慮 提出司法覆行 是要挑戰梁君彥這個 違反議事規則 違反基本法 創奪議員審議法案 創奪議員基本法議員的權利 是 第三個錯 是他不停搏讀 我當你三十六個小時限制了 六個小時二讀 二十二個小時全體委員會 六個小時三讀 但是他竟然 一直都不答我 究竟全體委員會 我們是不是有二十五個小時 去發言 我又昨天問到今天 他一直都不答 到今早 我們是被他落刀的時候 只是過了十個小時 所以我在會上說 你搬龍門也不得止 你不一求禮也不得止 你開波前搬一次龍門 開波後人搬另一次龍門 那怎麽就不停了這場過 所以 大家一定 一定要追究到底 另一樣錯的就是 當然是 立法會大會和全體委員會的分別 當日 他們建制派要修改議事規則 就說 立法會和全體委員會是兩個會 基本法 只是限制立法會大會的法定人數 而委員會的法定人數 是立法會自己決定的 大家記得很清楚的 所以現在修改議事規則之後 全體委員會是二十個人 是法定人數 全體委員會審議員發覺 還要頂色頂水地和大會報告 然後由大會頭一次票 又接納全體委員會的報告 建制派和頒獎劉長江 當他提出這個修正案的時候 就說 全體委員會和大會本質上 是兩件事 兩件事 梁君彥也是設立這個解釋 先讓他提出這個修正案 裁決他沒有違反基本法 沒有違反基本法 法定人數是全體委員的二分一 但是今天我們聽到什麼 今天 競爭派和梁君彥就說 這個是同一個會來的 所以你昨天被人趕了 你是議論之前被人趕的 議論投票之前被人趕的 全體委員會都不可以回來的 到底哪一件事才是 你可以搬到黃大 你不可以自相矛盾的 你自相矛盾 所以 這個又是要司法復 要不就是司法復他 為什麼兩個會不讓你搬進去 要不就是司法復復 大家都可以的 就是當日他走音樂 當日他修改議事規則 將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 降低到二十個人的時候 這個就是違反基本法 其實如果你問過 我就覺得這個會是一個連續 所以我再次不把議員會 但是你告訴我聽不懂 你沒有年前修改議事規則的時候 就告訴我聽不懂 所以 今次我們本來的司法復合 就是司法復合 那條 一地兩景條例 違反基本法 現在就還有另一場司法復合 就是司法復合 梁君賢 違反基本法 違反議事公金 最後我想說 這件事情就是 今次不是一條法例的問題 當日潘雅陳俗莊說 這個一地兩景 兇險過二十三條 那當時我都不是很 不是很想到 不是很想到 我都是想到 但是今天我告訴你 你看 結果今晚 這個通過一地兩景條例 第一 用合作安排 人大決定 加上本地立法 這把司法復合 以後可以撐落香港任何一個位置 任何一個地方 任何一個範疇 任何一個座別 都可以 將大陸的法例 引入香港 而是說不外反基本法 另一把刀 就是梁君賢 限時戰鬥 以後無論大紀號 財委之好 他一說一說 限時性的中途 就要投票了 你呀 你不想到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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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定要 梁君賢 是負上其重的代價 現在這個功能組別 黨經民聯的梁君賢 他好像沒有代價那樣的 他是零票當選 自動當選 幾屆自動當選 你不可以用選票 票債票上他的 你又不可以 他的黨的大部分 除了梁美芬之外 都是功能組別 那怎樣能夠令到梁君賢 要負上沉重的代價呢 議會來 我覺得我們不能說 鋪鋪鋪 下個星期回來 要和他笑口細細的開會 當沒有發生過事 一定要和他 鬥到致死方 幽沒完沒了 議會來 你們見親梁君賢 都要用你們最 最粗的語言 去問候他 去罵他 令他負上沉重的代價 雖然你未必會撞到他 因為他不下地 但他不搭地 他不去查餐廳 但無論網上好 街上好 我們都要 去承諾梁君賢 謝謝 梁君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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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恥 梁君賢 可恥 梁君賢 可恥 可恥 一定要鬥到 致死方憂 香港人 要捍衛香港人 好 我們有請范國威 各位朋友大家好 十年了 這個高鐵 和各地兩檢 對香港人 是惡夢 在立法會醞釀多時 我不能夠忘記 蔡元村 給政府 毀家面村 趕走的情況 09年 10年 苦行去爭取政府 是去諒解 不要強行 是去逼遲 政府聽不到 2013年 2014年 政府是強行 我通過了撥管 但是工程深厚 超知言 越揭越多醜聞 我根本就沒有忘記到 上一屆 要求政府 是去查清楚 政府又沒有查 到近年 到現在 高鐵繼續是 超知言 失誤 醜聞 從前身 還要我們香港人 裴廉夫人 又哲英 用了天價的價錢 起這個名為 集體運輸系統 但是 實際是要破壞 香港一國兩制 違反基本法 要在我們的核心區 西九那裏 去實施大陸的法律 還有全部的法律 我們甘不甘心 這個小人 在議會 民主派的議員 透過胡蘇補毀 極力去爭取 去查 去提出替代的方案 嘗試是把這個違反支管法 破壞一國兩制 在諾裏的地方 嘗試是去力環狂嚴 但是 無論是上一屆的立法會 例如是陳建波 陳鑑林 這一屆的葉劉淑儀 梁君義都是無所不用盡其 這樣呢 是去協助 政府是要去 務求是要 趕這個死線 令到我們的體制是敗壞 我們幾位 建制派的議員 繼續是為政府補鑑護航 議會陣席的議員 為什麼沒有在 譚耀拐之前被趕 是因為我們提出了這個收席案 我們無求是要 戰盡一兵一出 都要嚴肅 是他心意整個的法案 昨天見到陳主黨的議員 被趕來 議事聽 見到歐來軒 見到許智峰 見到林祥 見到韋兆堅 被趕來 我們以心不忍 我們的就是要盡用 我們議員審議法國 所有的權力 所有的義務 是要你管狂嚴 但是梁君義 都是要將這些這樣的權力 是要剝勒 我們認不認輸 認輸 平日被人輸 在大約一個多小時之後 我們投票三排 是會輸的 但是我們不認輸 我們更加不認命 就是因為這個高鐵一地兩檢 這場的案目 即使一陣政府 保皇黨強行動國 不代表這個案目是發言 因為是有守備的 是 我們要繼續追究這些責任 是不是 是 我們不認命 是因為我們珍惜香港的核心價值 我們對香港 這個我們生於私 長於私的地方 有感情 是不是 是 這個也是推薦 我們跟後面這一班奴才 最大的分別 是 是 我們沒有放棄 香港的民主運動 我們沒有放棄香港 所以我們繼續站出來 在議會 在公民社會 繼續去盡力 擋住這個制度 繼續賣位下去 是 是 我們需要大家的支持 你們今晚感受得好 我們每天在議會裏面 對著另外一班的奴才 那班 義官尋仇 是 想繼續和政府做幫兇 是去符合我們香港人 是 是 所以 我們做代議事 最起霸最起霸的責任 就是面對這些種種的壓力 我們都要站穩立場 為香港人發聲 去揭破政府的謊言 說出話是不是 是 是 我們不能夠做政府的方向 是 守護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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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各地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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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謝 大家好 非常多謝大家 來參加今天的集會 這個 北地兩檢的草案 是 九七年以來 香港見到最惡劣的一個草案 但是更加擔心的 就是 接下來的23條 會更加惡劣的 大家不用太過氣餒 我們仍然要堅持到底 因為後面那群人的聲音 正正是證明香港正在沉淪之中 是不是 是 你真是 香港怎會淪落到現在這樣的地步 但不要緊 我們香港人是不認輸的 昨天我對著梁骨言 我說你這個難免小丑 他靠嘴 不理我 今天我說你冷拳 梁骨言 他一樣是默著臉 是不理我 我再說一句 梁骨言你可恥 梁骨言 梁骨言 目無表情 梁骨言 可恥 梁骨言 可恥 梁骨言 可恥 你看到 你跟這些人打監道 你真是吹他不做 你無論怎樣罵他 即我萬必說 用最惡的說話來罵他 我最惡 就是說你可恥 他完全是沒有表情 完全是沒有所謂的 那你吹他不做 但是不要緊 我們香港人是不認輸的 你現在這個這樣的 各地兩檢過了 你以為我們是 大家不出聲了 我們說香港人 我說香港人 大家說不認輸好不好 香港人 不認輸 香港人 不認輸 香港人 不認輸 我說香港人 大家說頂硬水好不好 香港人 頂硬水 香港人 頂硬水 香港人 頂硬水 香港人 交給朱凱迪 大家好 我都很聰明 聽到了 你也不會 喂喂喂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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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長話短說 我想用我剛才在立法會的發言 最後幾句話都跟大家分享 就是在這個很困難的時間 大家都知道 我們被共產黨的威權統治 還有很多妖魔鬼怪 是壓得我們很辛苦 很多香港市民都感覺到 歡心、無力 在這個時候 希望大家 都記得三萬元 第一個 就是記住 高鐵在過去十年 為很多人帶來了傷害 那些傷害還會繼續下去 剛剛大家看新聞 很多人 如果你住在高鐵的火車軌下面 其實你可能未來的 不知道多少年 天天你都受罪 發惡夢 我們要有同情的心 我們要有互相幫助的心 記住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希望大家 記住 就算這個世界有多困難 香港被共產黨 砌得多壞 所以我們還有一群有心人 是願意站出來的 好像高鐵一樣 一地流檢關絕組 是不是在一個很惡劣的形勢下 都是奮戰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在這裡 我希望 當然 剛才這番說話 我是跟全香港市民說的 我是希望全香港市民都記住大家 我希望全香港市民都記住 就算有多困難 我肯定 香港是有有心人 是願意站出來 等待其他 是心裏面不滿的市民 有朝一日 都是重新站出來 第三 當年就是要記住 記住 無恥人的所作所為 如果我們有一天 我們對著劉君彥 我們習慣了他的嘴唇 我們習慣了那些人魔鬼怪 我們習慣了後面這些 後面這些這樣的聲音 我們就會不懂得生氣 我們就會麻木 所以因為大家 要記住 無恥人的所作所為 我們要記住 這種憤怒的感覺 我們要知道 正直善良 一定會得到最後的聲音 我們要相信自己 我們要相信 我們要相信我們 我們要相信香港人 好… 香港人不應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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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第四晚 拜各位議員 替我們全力以赴 守住崗位作戰到底 我們今天絕對不會說上個路 一定為了守護香港的法治 繼續全力以赴作戰下去 因為那是我們下一代的家園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現在交時間給民主黨的尹兆堅 尹 尹 好, 各位, 大家好 剛才Mr. Mo問我為何站過來 我先說一說 我真的不是開玩笑 今天還有分理我嗎 無論議會內外 我們大家是同一陣線 是嗎 是 昨天的情況大家看到 不多說了 Mr. Mo昨天都很公道 把我們在議會的情況 因為梁君彥都關了我們的咪 可能播出影片 看得不清楚 其中一個情況我不斷叫 就是我是在籍議員 大家可能不明白甚麼事 其實昨天 不是昨天 上一次 葉劉淑儀的法務委員會 第兩者法務委員會 已經開始有這個跡象 如果大家有留意 上一年 當有這些衝突的時候 包括在座各委都被動了 每一次我們 沒有被人趕的員 走過去幫忙 其實保安都會鏡著一點 很少的 就是我所說的 在籍議員的問題 現在 昨天他們去報警 說要動我們這班同事 不接受 立法會的保安職 立法會的人員 那個指示 去做事 就是要告我們 其實那條條例 大家都知道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 但其實很好笑的 說保安人員 那條是19B 其實19A是說議員的 其實我們在籍議員 在議會裡面的權利 和權力是向他保障的 那呢 昨天看到的狀況是很差的 當林卓廷被人趕走的時候 我們有幾個同事 都嘗試去保護他 那就是他們說得對的 我們其實沒有夾過的 我相信我們民主派的同事 做著做著 已經是有默契的 有修正案的同事 要留在這裏 繼續發炮 我們被他剪掉修正案的那些 割命就沒辦法了 那呢 昨天我們去保護林卓廷的時候 你看到保安是肆無忌憚 第一個要動我們所有的 這是很差很差的做法 而他其實是冒想 他都犯法的情況 那當然 我今天上午都說了 哪有頭債有主 我就不想責爛些 前線的保安同事 就算他做錯 他都因為收到一個很錯的命令 是嗎 是 是 而這個最錯的命令 是來自誰 梁君彥 是來自誰 梁君彥 梁君彥 梁君彥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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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可恥的是梁君彥 我們在討論 我們在討論 所以我們很多人說不到 那帶來甚麼後果呢 固然第一 今天大家最關心的 一地兩檢 很有機會 今天要過了 我不肯定 但更糟糕的是 這個問題定了 梁君彥 這個這麼差的主席 將來會繼續肆無忌憚 面對國歌法也好 二十三條立法也好 他一樣可以定立一些時間框架 快快手手快刀斬驚華 將爭議法案過了 這個我們接受嗎 接受 接受 所以我們同事也能全力去抵抗 說起差的人 還有一個更差的人 我們看到西環契弟 謝偉俊 出來說甚麼 他說 趕了一些面子離開也不行 這群人經常都喜歡被趕走 要他罰平坐一年 不讓我們進入議會 你說他是不是瘋了 是 我們是民意代表 我們是你們的代表 我們在議會發言團利 是必須要受到保障 這個不單是議會議員的言論自由 更加是民意 他不能夠扼殺民意 今天謝偉俊 真是不知所謂 走出來為大口腦拆鞋 幫他頂鞋帶 是不是開始了 好 最後 有幾點想說一下心聲 剛才廣告 未來還有甚麼可以做 第一 我先回應萬必 我昨天已經和何俊仁聊過 真的大家都人同此心 在想有沒有一些位置 可以用法律去反攻一下他 當然我們會很小心的 因為步步為刑 走錯步棋 可能被他反咬 像長毛對執告成案 經常抓住來做例子 我們會很小心 一定會步步為刑 另外一件事 我想鼓勵一下大家 當然今天剛才大家同事都說 今晚極有機會都過了 但是我們不能夠氣餒 有機會 我們今天很不幸 就算我們同事盡力 大家盡力 我們都輸了一場的戰役 但是我們整場的戰爭 是未打完的 香港人不應命 香港人不應命 香港人抵押上 香港人抵押上 打倒不義政權 打倒不義政權 打倒不義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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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我們整個民主派的 戰爭人莫乃光 我也要過來這邊才能說話 因為那邊特別吵 有我們自己的麥克風 也有後面那幫傻人 大家今天可能帶來的心情 都會是比較沉重 好像尹兆堅說 我們今晚投票 表面上我們會覺得 我們是輸了 但是當你踢一場球 而對手是不斷地出矛招 結果他贏了你 實際是誰會贏 所以大家不要灰心 你可能會有失望 但是我也同意 好像剛才朱凱迪說 你要繼續這麼憤怒 因為這個憤怒 是要變成我們的動力 我們要繼續堅持下去 是不是 所以 剛才大家在這裡說了很多 這條法例有多麼違憲 多麼危險 這些我們不需要重複了 我們也聽到這個爛鬼主席 有多麼離譜 不過我只是補充一件 就是有些人 面皮多嚴重 你真的不夠他鬥 是不是 那就沒有辦法 但是 如果 他們要出到這樣的矛招 才贏到我們 後面那幫傻佬 收了錢 在這裡喊到這麼大聲 連我們 說話的 都想撐過我們 所以 其實現在是誰在這裡害怕啊 誰害怕啊 是共產黨害怕啊 所以我們不用怕 我們現在可能會有點失望 但是要記住 今天的憤怒 成為我們繼續下去的動力 我們最後一定會贏 是不是 是 我們民主最後一定會贏 是不是 是 好 今天大家要帶著這個心情離開 不要失望 因為我們最後一定會贏 好 我們多謝這麼多位議員 來到發言好不好 好 接著我接力小禮來做這個集會 不過呢 我們請 跟著下來的代表之前 我們都看到一個很清楚的事實 很清楚的事實 就是 對面的群眾越來越少 我們的群眾越來越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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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是收安額和自發出來的分別 我們 我們是看得很清楚的 不過 我今天都很想借這個機會 多謝 各位 來到集會的朋友 多謝大家 第二班 我想特別多謝的 我相信也都是 今天出來 見到的 一個 情況 我們呢 有很多的 我們的學生團體 是來到這裡 是來到一起參與我們的集會 可不可以 我們都一起給他們掌聲 接著下來 接著 我們就是要邀請 我們不同的學生團體 出來發言 我們有請我們不同的學生會 和學生團體代表 我們給他們掌聲 好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們 分別是來自甚麼團體的 我們是中大學發會的 好 接著 還有呢 大家好 我是香港大學學生團體 好 還有其他的 是否跟著你們 都有來自拍完 決定又行 好 我們有請廣大還是中大先 中大先 好 我們給他們掌聲 好 大家好 我是中大學生會 會議員 謝謝你 今天來到這裡 這麼說起一地兩檢 我前面的很多朋友都說到 就是一地兩檢 就罵 就說立法會自我閹割 於梁君彥 然後就罵梁君彥 說梁君彥 說梁君彥 罵了主席權力 限制主席發言 時間 然後見上議會 由原本監察政府 變成純相一系 純相一系 從相一系 由政府交落的政治任務 但是今天說起這個一地兩檢 我想說的是關於法治 基本法作為香港的憲法 它定榮了所有中國的全國情法 除了立由基本法附予的三次外 全部都是不可以在我們的香港境內執法 而中國的執法人員 更加是不可以在香港境內進行執法 這個是基本法賦予我們一國兩制 和法治的一個保證 但是這個一地兩檢的方案 就完全打破了所有事情 它是直接引入中國的警務人員 在香港那裏執法 在香港那裏執中國的法 這個是完全 是一個違憲的方案 很多人都會覺得 這個是一個 為香港的法治打開了一個拳口 但是我想說其實這個香港的法治 被這個港共政權援龍 其實已經不是第一天的事 其實法治它是一種精神 法治它是為了去保障我們人民 他們的自由和各種的權利 是可以不受任何的侵犯 而且是可以保障到這個社會 是可以有一個公平和正義的 但是現在我們雖然香港 是擁有一個健全的法治系統 但是港共政權是示意 是用這些的法治 是作為他們的政治打壓的工具 是用來作為他們管治香港人的政治工具 是完全違反法治的那一種精神 放開給人產而平地 繼續不要緊的 後面真的挺吵架的 不要緊的 好 但是我想說的是 很多香港人都會覺得 法治是香港人一個重要的基石 拿以成功的重要的基石 而且香港人因為法治 所以我們依然是有險可守 但是今天 港共政權這樣去玩弄法治 早幾年 就是當有很多的香港人 去圍著一些制度的崩壞 圍著我們公義的未來 為民主、為自由的價值 而提出公民抗命 甚至是勇武抗爭的概念的時候 政權是會毫不保留地去打壓 用一切可行的法律 去檢控所有走上街頭的香港人 由十三加三去到雨傘隔壁 去到光復行動 甚至乎 是去到責務的旺角的起義的時候 港共政權甚至乎 是搬出一條過時的公安條例出來 去檢控所有走上跪公義 走上街頭的年輕人 是意圖去恐嚇每一個具有反抗意識的香港人 所以今天很多人還在說 香港是一個法治 一個健全的法制 但是面臨這樣的政治檢控的時候 法庭永遠是很配合 這樣去對這些政治檢控 這些政治犯 是予以判一個很重的刑罰 前幾天其實都已經有案例給我們看到了 但是對於有很多藐視法庭的中國人 甚至乎是恐嚇陪審團的中國人 法庭也是放生的 這個是我們想要的法治嗎 不是 所以我想說的是 其實今天香港的法治 已經是被我們的港共政權 由論到體無懸呼 所謂的有險可守 其實也大概只不過是一個 我們想像出來的假象 我希望今天在這裡的大家 可以放棄對於香港法治 一切不必要的幻想 我們希望可以放棄 幻想說我們還可以依存體制內 依存我們香港的法律 去攔贏這個政府 我們認為唯有是走上街頭 唯有是用體制外的方式 才可以撐動到這個政權 為我們的未來建設到一個公義 一地兩檢 它絕對不是一個開始 更加不是一個結束 我希望在未來 又有更多的抗爭 大家可以放棄幻想 繼續上路 都是這樣各位 取消公安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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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接下來是 香港大學生會的開票 大家好 香港大學生會為了我 先生你呀 養你呀又輸不動呀 不知這個人還走走 首先我多謝大家 今天出門 為了今天 已經變得這麼光芒的社會 仍然願意站出來 仍然要是爭一口氣 尤其是我們多謝我們的同學 人家當了小人 你們要死呀 只不過是前幾天 政權中國時的法律 作為它們政治的工具 你打工具 社會有願景 有希望的年輕人被判以重刑 但是中國人在香港犯法 要忽二十萬的時候 政府就說 我們不追索 而今天 在立法會裏面 就一發建制派議員 和立法會主席 會有一個違法違憑的香港戶口 而梁桂彥現在沒有遲到 講一句 我希望在立法中 告訴大家 他那種說 理事規則是加強我的權力 而是拿走我的基本法的權力 我相信 其實是一地兩件戶口的人 從來都知道 一地兩件不符合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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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一路都會說 一地兩件是一國兩制特別情況 基本法不符合時宜 同時又會說 討論香港前途 討論港道 是違反建制派議員 所以我貫徹始終如一的成功落實 和保護香港市民 當場的說話 我們將林鄭當時說的說話 一字不漏地說出來 但今天我們就見到 政府上一二呼行硬 推違背一國兩制這個承諾的一地兩件 究竟林鄭在這個星期入面 何時做到過她的憲制功能 林鄭硬推一地兩件 根本就不可能抗佈一國兩制始終如一的落實 更加不要說和我說 剝上香港人的法律保障就是 保護香港市民 我們今天見到的就是 香港的政權根本就無意去落實一國兩制 我們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 其實根本就不見過手 其實真的很可惜 今天香港在這個政權之下 已經變成一個歪理連騙的社會 這對政權的方言 我們作為有特力思考的 如果我們不思考就是一種錯誤 我們盲目相信就是一種錯誤 所以我們要做的 就是要保持良知 保持我們的願賊 千萬不要盲目相信政權的信項 而見到我們的城市變成一個國謀 我們明白有些人感到灰心 他們未必不是說不關心社會 其實他們仍然關心我們的社會 可能只是他們見不到出路 見不到希望 而既然我們今天這些人 選擇得站出來 我們就有責任 有需要給這些灰心的 感覺到希望 見得到希望 好 在今天這個時代 我們很難說再做一些重大的改變 大家記住 堅持是我們最大的管轍 要我們要把握時間 令到更加多人 願意跟我們一起去堅持 天有香港,天有我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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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接下來了 有沒有其他選考的代表 兩位 我們再次給一些掌聲 學生團體代表 抗命不認明 抗命不認明 反對各地兩檢 反對各地兩檢 抗命不認明 反對各地兩檢 反對各地兩檢 我們今次的 這個一地兩檢 關注組 除了有學生的團體之外 我們也都是有 很多不同的民間團體 在今次的 我們關注組裡面 一直都是關注 我們今次的 所謂各地兩檢 衍生的重重問題 我們首先再次多謝 學生團體 好 那我們 接著來 有請我們 一地兩檢 關注組 的 一些民間團體 可不可以先插一插 一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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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 是有 Danny 和賀萊 我們來給他們掌聲 賀萊 先 好 各位 我想 介紹一下 自己團體 看 我真的 很多人沒有參與這個 這個感覺 我們其他團體 就是 功能有點不同 我想 除了 支持 我想 說的就是 我們非常之 慶幸 和很感恩 我們立法會裏面 一直在這裏 慶死作戰的立法會裏面 好 多謝我 請大家再給一名掌聲 謝謝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民主派的議席 是 現在民主派的議席 是弱勢 他們都可以 本身這樣去盡自己所有的力量 在這裏抗爭 我們絕對需要 在任何時候都要準備出來 去讓他們見到 我們 依然在 在這裏支持他們 是嗎 是 謝謝 我很希望 到未來 如果我們繼續要集會 甚至 如果今晚三讀 真的要通過的話 我建議大家 去 打一個 逆境戰 我們要打這個 逆境戰 第一 就是確保 我們在籍的議員的議席 在未來的將來 要不斷增加 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在社區裏面 是發揮到力量的 我們有幾個力量 我們需要在社會裏面去發揮的 第一 就是 確保未來的區議會 我們有贏民主派的議席 行不行 行 我們要盡所有的力量 在我們的社區裏面 找到我們的政治領袖 找到他們出來 因為我們要幫他們做他們的競選團隊 幫他們籌錢 幫他們發揮我們在 整個區裏面的選舉公席 行不行 行 行 這個我們一定要做 從未來的區議會 這個最快 是給大家練習的 你們可以繼續上去 去第一輪 就是去拿 選民登記 盡量自發 因為現在香港 各地兩檢 未來的下一步 就是23條 無論法制多惡力都好 他們始終要面對民主 他們始終要向市民 向我們的城市負責 是嗎 是 我們要贏的 不只是贏一兩條制度 我們要贏回整個香港回來 所以我們香港人 要越來越清晰 我們作為香港人 是一種什麼人 這個才可以影響議會裏面 去從政的他們 補選票 無論他們是民主派 或者保護黨 他們見到我們的民意逆轉的時候 他們自然就會跟著 那所以 我們現在作為市民的第一項 最重要做 我們明不明白 獻法給我們的責任 給我們的權利 這個是腳的香港人 我很老實給大家說 我們可能是弱的 如果我們只是靠議員 去揭施底力 去拼大命 所以我們為我們 獻法盈利的時候 我們沒有什麼 得到議會的議席 因為我們要 我們有一個這麼模糊的 對於自己的權利責任 這麼模糊的狀態 我們是贏不到整齋餅種的 我們贏不到整齋餅種的 整齋餅種的 整齋餅種最大的敵人 就是我們對獻法的權力的保障 當他們不可以用整齋餅種 買到我們的權力的時候 他們就要正正經經去修正 這個是我們贏的方法 無論是民主派 無論是建制派 我們都需要他們去正正經經去崇正 阿周議員 為甚麼 阿周議員 很久了 為甚麼會做 梁君彥 為甚麼會 為甚麼會 可以當亂名 就是他 背後的人 支持的人 是不會加以我們亂名 我們是很加以他們亂名 所以 大家知道他們亂名的時候 我們就要做反應 我們民間團體明天就會開記者招答會去譴責梁君彥 這些如果只有我們一個民間團體做的 去研究的 各位向你們保皇黨的議員去他們的辦公室 大家都要去譴責他們 要他們去譴責梁君彥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憲法權利 我們要去exercise我們的憲法權利 對方才會害怕的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他們沒有其他辦法 因為他們不懂 所以我們要贏他們的就是我們要更加強 好嗎 好 多謝何萊 其實代表社區公民約章 其實何萊都說了很多 好 今天我們面對高鐵的質疑案 剛才說了 其實我們現在在社區做一些事情 就是關於國光法 和一些23條的講座 要早點告訴市民 這兩條理解的法例 其實都是一些很兇險的法例 我們應該怎樣面對 因為其實你看到他用這麼快的方式去做 就是希望你們不要這麼清楚裡面的法例 即是我們生活上可能很多人不清楚 高鐵上高對我們的影響 即是 我想你翻文清楚 你將來走進去內地區域 你被人打擊 被人非禮 你所面對的保障 全部不是香港的保障 他們是不清楚的 我想接下來就是說 除了我們要講高鐵選舉的法例之外 接下來國歌法23條 大家一起去社區做多些事情 和我來講 接下來我們面對可能不同的選舉 我們大家要做多些 走多一步出來去幫忙好嗎 好 謝謝 重奪社區 重奪社區 重奪民間 重奪社區 重奪社區 重奪民間 重奪民間 剛剛兩個民間團體的代表 都跟大家講了兩個很重要的訊息 第一就是我們重奪社區的重要性 因為我們重奪社區 才可以讓我們有更加多的陣地 是來到去讓我們更多的街坊 知道現在政府種種的不義 第二個訊息就是 剛剛Danny說 不單止是政府有所隱瞞 連民間的或者普通市民 是不清楚現在一地兩檢種種的問題 就連立法會 政府都是交代得不清不楚 怎樣不清不楚呢 連這個內地的執勤區 那些避勤區 哪個地方是有那些窗房啊 或者公安是怎樣在裡面 來到去執法啊 其實到今天 都是一氣模糊 是完全沒有向過立法會 以致到香港市民交代 你說可不可以 好 接下來 既然講起社區呢 有幾位我們呢 亦都現在是在社區裡面 是有份去工作的一些朋友 亦都呢 是有些社區關注組成立了的 是 等等 但是之前呢 不好意思我們 剛巧張超雄議員 我們給他一點掌聲 因為剛剛發言下來 我們呢 給他一個機會和大家講講 議會裡面最新的情況好嗎 好 各位 真是多謝大家 因為你們繼續出來呢 是很緊要的 我們在議會裡面呢 大家也看到啦 根本這些保皇黨呢 就 是 禮二年 就是無恥的而已 他除了 就是 無恥之外呢 我見不到還有些什麼的 那麼他們什麼規矩都是 完全不用守 議事規則不用守 議員最基本在這個議會裡 質詢發言 在就著一些法例 要進行辯論 在議事規則裡面呢 其實就著法例的辯論呢 議員是可以無限次發言 過去一直都是無限次發言 我們是沒見過一個 在法例上這樣去規管 議員發言的決定 大家也知道 就是 我們說了這麼多 我們 講得很清楚 這條法例 怎樣違反《基本法》 怎樣違反了 就是 大陸對香港 當年通過《基本法》的承諾 但是呢 你看到那些保皇黨呢 到現在呢 是沒有進入過討論的 就算他們發言 他們沒有辦法去跟我們講的道理 我們講得很清楚 第十八條 不准全國性的法律 在香港實施 那究竟 你這條法例怎樣避到呢 他沒有辦法進入他的討論 跟我們去辯論的 我們說他整件事是不透明 我們說他一直以來 捕捕捉說十年 跟我們的交代 法案會怎樣做 整個 運作會怎樣 跟港鐵建設局的關係會怎樣 全部都不透明 所以 其實道理已經說了 各位 是可是 今時今日呢 就不道理是可以贏到 不過我們相信 我們香港 有我們的基本原則 有我們的價值 大家要幫忙持守 我們在裡面一定會和大家盡力撐住 一定會和大家一起的 我們香港人不會是就這樣放棄我們的價值 我們必定會撐下去 好,多謝大家 撐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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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真是撐到底 因為對面現在又是四個字形容 門可羅爵 是不是 現在的人都走了 但是呢 我們都是有我們的集會在這裡 我剛剛介紹了有幾位 原來是來自不同層面的 亦都有支援抗爭議事 亦都在社區工作 不如我們都是給他們出來介紹自己 我們有請黃德元 楊文俊 和林兆燃 給點掌聲 麻煩 大家好 我是楊文俊 在眾生文中有社文的 學時也是維多利亞社區協會 和沙田社區關注社的成員 我是西方同文抗爭支援的發言人 林兆燃 但是今天就用個人身份出席的 所以就和我組織會關閑 謝謝大家 所以這個問題 我得完之 那呢 由我第一次聽一地兩檢的今時今刻 我的理解 大家都不是反對一地兩檢這四個字 我反對的是一地兩檢方案 政府不斷地去自圓其算 不斷地去混淆市聽胡胡焦點 為的就是想大家 替大家落淡 在那裡和人說 說一地兩檢這件事在全世界 很多地方都有發生 有哪個關口不是這樣 但其實這些是完全不關事 我們由頭到尾斟著那個地方是 政府叫我們擁護基本法 但它大途就是違法基本法 基本法給了香港一個忠義的承諾 就是中國的公安 是不可以在香港的境外國執法 但是今時今刻 這一個的一地兩檢方案 就正正印證了這件事 在政府大頭發言 過去有很多抗爭 有人在街頭抗爭 最後被判監三五七年 令到很多人呢 都是覺得生非而難 很多朋友跟我說 我們在香港做什麼 但是我想勸各位香港人 不要灰燒我 在爭取民主這條路上面 是非常之長的 我們有不同的崗位 我們要各司其職 可能是地區工作 可能是街頭抗爭 也都可能在議會裡面 不同的手段 我們都要嘗試 因為有不同的朋友 等於發現我都不打算說太久了 我想勸各位香港人 越是輸 我們就要越堅強 越是輸 我們就要告訴這個政府 我們不會這麼容易放棄 越是輸 我們就更加不應該要跪低 這次有幾個人出來 下次兩倍 三倍 四倍 值得我們叫所有被寫的虛貨人出來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大家 大家頂住 大家頂住 好 接著來 香港人最引以為有的 相信一定是香港的效率 和香港的法治制度 我們原本香港只是一個小園村 在極短的時間發展成一個金融中心 其實就是有效率 倫敦 紐約等等的地方 全部都是發展過百年 但是香港只需要很短的時間 就由一個小園村 建成了一個國際的金融中心 和紐約和倫敦齊 但是政府每天大量的資源去宣傳高鐵 說高鐵是很有效率的 那是否真的呢 如果大家有看過 一地兩檢關注了梁啟哲博士 之前的研究 一地兩檢根本有效率 這件事根本就是一個偏高 好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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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能覺得 在任何的中國城市優勝 其實就是有賴於現在香港與中國不同的制度 如果香港能夠有內地的執法人員在那裡執法 外地的投資者還會考慮香港呢 基本上現在的公安已經可以在齊灣島 直接把英國公民捉回內地去進行他們的守護 如果九西區實行了一地兩檢 這樣香港就會有現在的效率嗎 所有的投資者只會認為香港已經不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香港是不會再受到國際投資者的觀念 最後失去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最後損失的就是大家 因為大家每一個人都是靠著香港現在的國際地位 以至靠著香港現在在商業的地位來生存 如果香港因為一地兩檢而失去了外國的信任 其實所有人都會做樣的 同樣法治相信也是香港人很引以為我的一個價值 我們的法治是所謂的Wood of Law 而不是大陸的依法而至Wood by Law 這次一地兩檢本身是違反了基本法的第十八條 香港實行香港法律 不知道對面的九龍西的高鐵站不是香港法律嗎 我們見到一地兩檢還違反了基本法的第八十七條 區國後是會用香港的法律 而那些人是有無罪假定的 如果一個投資者他本身 是中國政府是有資源或者有任何的衝突 那他還能不能夠保證到香港的投資是安全的呢 如果政府都可以違反基本法的話 他有什麼資格說周庭違反基本法 說自決派說香港續治沒有資格參選呢 現在大家可能公衣足吃 大家剛才可能吃完很美味 可能在對面去Wood of Law 吃了一個很美麗的海南雞飯 那大家現在吃海南雞飯可能覺得都不會有事的 但是可能過多三年四年五年之後 外國投資者對香港漸漸失去信心 這樣大家很可能只能夠去七仔那裡吃個包 就當作晚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歷過 在九七年當時經濟衰退的情況 當時有很多人是要吃 別人在大家的大塊會食證的蒸飯 大家可能有覺得這個議案怎麼都會通過的了 任何反對都沒有用 但是大家不接受的幾天 零三七一的時候 五十萬的香港人冒著嚴限 去上街反對二十三條立法 當時一樣保皇派都是壟斷了議會 去補充足夠的議席去衝過任何議案 但是在靠公民社會的力量 我們才可以反對這種惡法 我猜就算是立法會他們可能做的事 未必是多 但是一定要有公民的參與 只有香港人親身去說 他們反對一地兩檢 這樣才可以有機會推到一地兩檢 就算一地兩檢不下未通過 之後還有很多惡法來 國歌法 二十三條等等 大家 我很希望 每一位的公民社會裡面 不論是任何的崗位 不論是左翼 右翼 不論是區議會 立法會以至學生會 都能夠團結一致反對一地 一致反對之後任何惡法 多謝各位 好 繼續採聲 好 最後是林少賢的 首先要多謝各位香港人 願意在今天 一個氣氛這麼低迷的時間 依然出來立法會 差不多今次的集會 這個禮拜 是一個很沉痛的禮拜 一個六月 有差不多二十個人 因為政治而被捕入獄 我是一個支持政治犯 組織的發言人 今天在這裡 和大家不是要說支持政治犯 而是說一地兩檢的方案 我們一直以來討論的是 它有沒有效率 會帶來什麼的影響 但我們忙卻了一件事 我們香港根本就是法治 一地兩檢方案 香港的主權的而且確 是在中國手上 但是一國兩制 這個條款 所簽定的就是 我們香港人 是擁有香港的治權 一地兩檢 就是將我們的治權 出賣給中國 提早將香港 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以後香港人 就成為大灣區的人 可能今天 每一位在座站在那裡的人 都只不過是拍張照 打個卡 拍下手 但是一地兩檢出現之後 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 會無緣無故坐了一輛車 回中國 然後你變成洗頭艇 這個 為什麼我們出來反對 不單止是它的效率問題 不單止一地兩檢是一個騙局 而最重要的是 對我們人身安全 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這個威脅 是因為我們 對香港政府的不信任 他們一直以來都沒有誠信 議員在立法會裡面開會 是非法集結 朋友在街上抗爭 是暴動 他說過一些反對政府的東西 不可以參選 一個已經誠信破產的政府 如果我們還怎麼可以相信它 一地兩檢是一定會通過 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最後只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去對抗這個惡法 但是我們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們面對著很多的困境 我們見過很多的東西 香港我們將它 由一個小的沿村 變成今時今日的金融都市 我們經歷過沙士 經歷過風暴 經歷過海嘯 那個金融上面 經歷了所有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依然暗立不倒 因為這個就是我們香港人的精神 我們的每一代 一直在香港 建立到今時今日的這個地位 只要一天 有我們香港人在看守著的話 他們絕對不能夠 將這個地方 變成大陸的地方 大家說是不是 是 我們會用我們自己 一切的方法 去守著香港這個土地 即使我們現在面對著 種種的打壓 面對著這麼低迷的氣氛 但是我們繼續在那裡守著 在今來臨 戰鬥到底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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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香港人 能夠堅守我們的價值 堅持下去 支持每一個出來抗爭的人 反對這個政府 戰鬥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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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 好 多謝三位代表 的確現在是很麻煩 因為我們見到很多建制派 那些人 你都不可以說是人 不但有這個謝偉俊 和你他自己看世界盃 看上路 在這裏和你說 什麼什麼你那些議員 犯得太多虧 整年都不能夠進入立法 很瘋 第二種變態的 就是剛剛好像 林少爺所說 現在 有些什麼建制派 開始跟你說 你以後不要叫你做香港人 以後呢 只有一個概念 叫做彎區人 你說方不方貿 好 那我們見到呢 郭家麒議員 是不是 郭家麒議員 下來了 走開了嗎 忘記了 剛剛回去了 是 沒關係 因為我們有很多不同議員 那我們 我們跟著的發言代表 也是剛剛 有提及過的 我們有請兩位 香港眾志的代表 周庭和林朗賢 給她們一些掌聲 周庭的是不是 好,不要緊 我們周庭的代表 也是去給掌聲 各位參與社會的市民 我是香港眾志的周庭 很感謝今天大家來到這裡 其實一地兩檢的問題 就是她怎樣去破壞了香港的法治 怎樣可以為香港市民 帶來很多的危機和威脅 我相信在這一年來 大家都聽過不少 但是令我們最憤怒的就是 竟然還有很多很無恥的人 他們仍然不斷地為這些荒謬的事情 為這些真正破壞香港法治的事情 是騙狐 是護航 我記得前一兩個月的時候 當習近平要修改中國的憲法 很多媒體和很多市民都說 是不是習近平要復辟大制 今天看著立法會的直播 我都覺得梁君彥整個皇帝這樣 有她說沒有人說 是好不講道理可以 如果大家有看開立法會的直播 立法會的直播 就會知道有一句說話 梁君彥常說 我想梁歐顯都經常聽到 梁君彥每次當有一些民主派的議員 他去質問梁君彥為何要作出某一套裁決 為何要趕走某些議員 為何不讓某些議員發言的時候 梁君彥總是會說一句說話 每次都一模一樣的 就是主席的裁決是不用辯論的 即是他決定甚麼呢 是連辯論都不可以的 其實民主派議員很多時候 都是想問清楚 究竟梁君彥是依照 以事規則第幾條去作出這個判決 都是想問清楚的 但是梁君彥就說 談都不可以談 講都不可以講 總之我是主席 我手握著這個權力 我就甚麼都可以做 這些是不是無恥啊 無恥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是空無點民 你屈辭 今天呢 看著這個一地兩檢審議的過程 那除了剛才我所講 梁君彥那句主席的裁決 在不容辯論之外 還有一句名言 在梁君彥的口中說了出來 梁君彥 今天呢 民主派議員當 梁君彥呢 他是按照 議事規則第幾條去作出裁決的時候 然後梁君彥說 我立法會主席的權力呢 其實是來自基本法的 議事規則呢 都是加強的 那希望呢 大家呢 就不要講一些 反駁基本法的說話了 那他用基本法去帶 民主派的議員 完全不解釋究竟 他為甚麼要作出不同的裁決 今天 我們見到有議員 都不單是今天了 在整頓一地兩檢的審議過程之中 有三番城市 有很多議員被趕離場 今早有議員 包括歐軒 他都是 曾經呢 是不能夠 進到去 立法會的 會議廳那裡開會 連自己議員的責任都 都履行不到 因為主席不讓他入 不單是兩軍演 這些無恥的建制派 還有很多 例如謝偉俊就說要修改 研究下修改議事規則 以後呢 被人幾次趕出場的議員呢 就要研究下他們 可不可以全地都不可以開會 還有郭偉強剛剛說 郭偉強說什麼 郭偉強說什麼 郭偉強 他說 我們呢 說一地兩檢 是各地呢 這個是違反基本法的說法來的 這個是有港獨之嫌的說法來的 你說是不是很荒謬呢 荒謬 荒謬 那地呢 是一個事實來的 因為從來不會有一個地方 在一個這樣的 中國和香港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可以有一個地方 是完全是實行中國的法律 這個是非常荒謬 也是違反基本法 但是今天 建制派又反過來說 我們的口號違反基本法 我知道最近有很多事情發生 不單是在一地兩檢的通過 我知道很多市民呢 可能都會開始覺得很無力 很絕望 會覺得就再來做多少事情 都似乎沒有辦法把握到 那 我希望大家知道 其實這些的無力 這些絕望 在很多人心目中都有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時時刻刻地提醒自己 無論這個世界有多少無恥的人都好 無論掌握權力的人 他們是不斷怎樣說出 那些荒謬的說話都好 我們都要提醒自己 我們怎樣都要站在正義的一面 我們要站在公義的一面 這個是我們每一刻都要提醒自己的 因為當很多人說無恥的說話的時候 如果我們不夠堅定的話 就很容易被他們帶著走 所以在這個荒謬的年代 要保持堅定其實都是很困難的 但是我希望大家 要繼續堅定地站在公義的一面 站在正義的一面 也都要繼續認下每一個身邊的人 跟他們說每一天香港 已經發生了幾多荒謬的事情 也都可以叫他們 希望他們 是不要放棄這個城市 要繼續在這裏 為當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的時候 然後就要站出來 要懂得去大聲呼喊我們的想法 多謝 好 多謝周庭 好 接下來呢 因為大家看到我們立法會 就剩下四位議員被發言 分別就是李國麟 浦謹生 葉劉淑儀和石禮謙 我們剩下的時間 就打算是給大家直播立法會 現在議員的發言 但是在我給大家去看這個直播之前 我是想做兩點很重要的總結 第一 我們即使今晚 這個一地兩檢 是將會三讀通過都好 但是一地兩檢的問題 並不會因為立法會通過 而完結 在未來 我們正如有很多議員所見 所提出了出來 就是我們會有司法覆核的行動 是接觸而來 司法覆核 不僅是在講一地兩檢 更加是在講一地兩檢 更加是在講一地兩檢 議事規則的濫用 你一地 我們是在一定會追究下去 好 第二 立法會 我們有不同的民主派議員 儘管我們今天 我們的確是在一個威權的情況下 是受盡壓迫 但是 立法會 也不過是 我們民主運動的其中一個堡壘 我們這個堡壘 儘管 是受盡風吹雨打 但是 民主運動 我們依然都是 要相信群眾 我們 唯有是 靠賴 香港 各位的市民 繼續努力 包括了 可能很多人都關心 將要來到的七一遊行 究竟是怎樣來處理 今天的路線 警方都是未批准 但我相信 無論他批不批准 我們香港的市民 七月一號 都是會走出來 哪怕他有沒有不反對 通知說人類 是 希望大家一齊參與下去 我們會盡快來和大家講 盡快的消息 剩下來的時間 剩下來的時間 我們是直播立法會 現在最新的情況 現在是李國民議員發言 我們再次多謝各位 今晚參與我們的集會 多謝各位 好 好 好 其實 一條和法律基礎 這麼有矛盾的條文 在這個階段 我們可以有一個通過 那這個條文是怎樣的呢 我在立法會十幾年 我都看到有些 我們指的惡法通過了 但是我們指的惡法通過 就是說 那條條文的內容 是令到呢 可能是說 不符合我們公民社的公共的問題 或者是公民社的公共的問題 或者是公民社的公共的問題 所以這條法例呢 我看到這條惡法的不同之處呢 就是 過了這條惡法之後呢 這個法例呢 就是令到 是法例上的本質 受到衝擊 法例基礎博弱之餘呢 亦都是違憲不法基本法 當然 亦都很像 郭靖先生 遇口水尾 就是說 也有其他律師說 哦 他呢 人大決定呢 不等於法律基礎 我不是法律界 我不敢說 但是我從平常的來襲去看的時間 就是 我們今天要播一條 是一條 法律基礎博弱 在那個條文裡面有很多矛盾 未澄清 不是那個條文的內容 是很清晰的 就是把這個條文裡面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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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前文都說不清楚 就是說 在裡面就算你過了之後 其實裡面這個 口岸區裡面的國民 如果法律權責以後 香港人不住權責以後 有六點是留空所的 留空所是怎樣的 有自己受益 那些效益都是好 那些內容呢 都是無異的 為什麼這麼無異呢 因為那個法律基礎是沒有 如果我們在這個時間 是過這件事情 是不是 是不是有些奇怪 好了 我們的同事 看到這件事情 的時間 做了不同的一些修正案 放上來了 明顯 修正案的原意 有些同事 有幾天的同事說 你們就是把他妖魔化 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但是我看到修正案 原意之後 就是說 希望兩外水其輕 你都阻止不了你 不如我們做修正案 讓對那個法理基礎 法律條文裡面 都會暫停 等他沒有這麼危險 例如我們說一些 《殺人日記生效》 或者《人建法》加強 保護香港市民 體力 都是當不了的 既然是這樣,在三讀時間,這條條文本身落法不與法律基礎亦有矛盾,法律亦不清晰 我們想嘗試去修正的事,如果做不到,不可能在這個階段,我還不可以支持三讀 這真是法律上的問題,因為這個觀點不重複 我嘗試不走開,我在這裏撐著 其他理由,我覺得三讀我都會不同意的反對原因就是 其實立法會,我看回了基本法也好,或者我們講的議事規則也好 其實立法會很清晰規定,我們一條條文擺上去 經過一個非常嚴謹的程序,才可以成立香港法例 去規管香港本身的地方 但是,我們看回這次的情況比較特別的 如果我們看回主席,主席你本身,根據《基本法》 我就沒有記錯,給你的權力就是第七十二條 你又沒有上拳麥 而在議事規則,一邊都說主席排頭位的,是很重要的 我們同意的 但我們看回整個議事規則裏面 在一條立法過程裏面,由首讀去到三讀 是第五十一,去到五十六條 而特別是在五十四條裏面,其實五十四條三 我都很清楚,議事規則應該是怎樣 有些甚麼要做呢? 例如他裏面五十四條三,我都很清楚 因為這條立法會議事規則的時間 議員應該有權力,充分的時間,說一說 因爲 不管投手臭, cub拚智場 五十二的這些